各位馬迷朋友好 又來到雷文的頻道 今天要和大家說說9月26日的泥草混合賽事 雷文對上次出四條育成賽馬系列 以及全場部速形勢分析 有一隻勇創派對 另外那隻銘記之心被人夾到內蘭 另外兩隻都進來了 全場部速形勢分析 四場有兩場中了三重彩 另外在雷文事前Live的會員版 兩隻懶滿那隻凡哥兒15倍 變成9點幾倍被人打劫 希望繼續有些運氣 幫到大家選馬 希望各位可以支持雷文的頻道 可以免費訂閱雷文的頻道 以及考慮加入小弟的 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 連續兩次賽事都是跑田草 今天育成賽馬系列 講到第十場二班千二米 這場準成的馬有很多 有幾隻 再加上有些都是雷文 即是貼開的 如與紅獎之下 掙扎了一輪 今天我會選擇這隻 大雄鋒 跟大家講述玉城賽馬系列 這隻馬 暑假 雷文已經拿過他出來 拍過一些片 跟大家解釋 這隻馬自從試襲 戴頭罩之後 可以留後一點來跑 其實雷文看幾場片 兩場都沒有什麼跑法 扔去大外檔 有這麼虧得這麼虧 總之就不要塞車 孔一聲回來 就贏馬 但這次是初上來二班 為什麼雷文說 如與紅獎之間都很難選擇 肥仔厲害 兩次雷文都介紹 陪雷文看試襲的時候 第一劑已經十幾倍 上次就說 閉上眼 叫他搞定出閘問題 搏他這件事 他就贏馬了 而且還快時間 但是今天一加 這隻肥仔厲害厲害 就成二十磅 雖然這隻馬 都叫做一隻 一千三百幾磅 真是超大馬 但是一下子加了二十磅 再撿了狗檔 這隻大鴻風 真的怕他 其實他未必真的做不到 不過你說 那隻大鴻風 也有一個不利的條件 就是人家的肥仔厲害 跑過 大鴻風只是試了一貨集 所以各有條件 但是玉城賽馬系列 我就用一個脆味的角度 講一隻馬的成長 所以我就會選這隻大鴻風 先看看這隻大鴻風 曾經在 試完眼罩之後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過很多次 那一貨集 被那隻膽大威猛走掉了 接著波建市在左望右望 這隻大鴻風交了一段很快的時間 而且真的連追很多個馬位 跟著的藍莊之歌 超音鼠後面那些 都可以再贏馬的馬 看看他黑服的難度 六三那隻就戴紅蜂 戴完頭罩之後 這隻馬試襲 戴頭罩留後 他就是留後了 其實他的步速是有點慢的 所以他退了下去之後 其實對他有點不利 但是這隻馬 今天就減了他十磅 這個檔裡也比主要對手 就是優勝 但是就是未出過 就是今季第一劑 落比 電營支區第二位前鋒第三 那一一那隻膽大威猛 都走掉了很多個馬位 莫雷拉 就是巴西 有就穿回巴西的波建市 還有那隻膽大威猛 這裏還困著 裡面困了很多很多步 如果不是 相信不會這麼驚險 這裏才叫打開 一騎下去 真是很有反應 藍莊之歌都是一些有能力的馬 但是這裏一插著 真是連破很多個馬位 看看班頓騎超音鼠 真是有閒 因為連困了很久之後 這隻大紅風 都可以爬到另一個巴西有的膽大威猛 自從這場之後 我想跟大家看到他兩場賽事 他真的沒有什麼特別 說什麼跑不跑法 總之就是在外面 後面的明欣賞 這文 也跟大家說過很多次 這場馬很奇怪 裡面那些馬沒有可以 三隻在外檔 大紅風 明欣賞 全聖神驅 全部交些沒段快時間回來 其實這三隻 都是虧了一個嚴重的晚步速 都可以說嚴重 46.7 這隻就是韋達的神驅 外面那隻就是明欣賞 剛剛都贏了馬 有個夢幻當位 那隻大紅風 都不用管你說什麼跑法 總之在外面不要被人困 因為剛才那場 膽大威猛 那場 他在裡面真的被人困了很久 這裏又走了上去 後面那隻都是藍莊之歌 這次初上來二班 對著一些再強一點的對手 這裏已經兜了蝕出去 後面的明欣賞都衝得很厲害 那隻全聖神驅 那隻全聖神驅 亦都在左撇右撇 都衝得很厲害 裏面就沒有一隻馬 可以的 好像叫做威威森德 追一些的 這裏呢 那裏呢 那隻大紅風呢 還在這裏按住的身 伏得很低 一騎下去 後面的明欣賞 偉達的全聖神驅 這裏一騎下去 一樣是交回那麽靈麗的反應 其實根本就是收姜讀定贏馬 贏完這一場 再和大家看多一場 還需不需要講跑法呢 因為他已經是又加榜 加了九分 但是也不需要跟你講跑法 又是虧了萬步速 這隻就是大紅風 出閘反應都是利落的 覺得在這一場的形勢 即是 今個星期的賽事 他的位 檔位 磅位 各樣東西 相對來說 我相信都是比較好跑的 這隻馬都是幾機動的 出來快 退後 再踩上來 都一樣是OK的 雖然他贏的對手 真的跟這一場沒有得比 其實運來福星 今季都好了 但是 真是腹得很呆 其實他都沒有不需要 想著怎樣放 怎樣節省 沿途 總之你給他望空 最後那二百領 他就殺上來 大紅風來了 後面的馬還有刀柏名區 最後八多米 大紅風在外面 逢馬過馬 再認證 擠下去 拋離後面的對手 過幾身位 放假拍 五面穩執 其實再騎下去 都是再遠一點 按照這樣看 現在最大一個問題 就是初出 這個育城賽馬系列 講一隻馬的成長 第一場 極路 然後 一直以來都是這麼準 今季做了一課集 這課集 看來莫雷拉都笑得很開心 和人家叮咚碰碰碰 撞完一輪之後 我看到他的嘴角有些笑意 笑吟吟 有村河專區 勁力勇士 今天都會一起出賽 被人撞完之後 嘴角好像有些笑 不如你們告訴你 你們看不看到莫雷拉的嘴角 究竟是不是笑緊 笑緊和一隻馬 機會不等於軍等 不等於代表什麼 我想求證一下 因為我又不懂看望遠鏡 這隻大鴻峰 這隻大鴻峰 看見莫雷拉 笑得很開心 這隻也在笑緊 龍鼓飛揚 勁力勇士 今季只試了一課集 這隻大鴻峰 應該是可異的 狀態 冰尼布朗狀元之下 都沒有什麼情緒低落 後來都是輕輕鬆鬆的回來 龍鼓飛揚 就試得好 村河專區 按住 中間位置是那隻勁力勇士 今天都出的 這隻勁力勇士 這裏 莫雷拉 都習慣了拍一拍薑城 看看馬有沒有 這裏 這隻馬有些加速 上來 最後百多米 看到標之科學 在外面 裡面是大鴻峰 龍鼓飛揚 按住 龍鼓飛揚 這貨真的試得好 這裏 村河專區 丟掉了薑石 這裏 繼續讓這隻馬走 看到一次莫雷拉 是不是在笑 告訴你 這麼多位馬友 我先把屏幕開 這裏都沒有笑 這裏都沒有笑 這裏都在笑 肯定是笑 雖然 我看得不太清楚 肯定是在笑 這隻大鴻峰 可以告訴大家 他真的沒有遇過這麼強的對手 不過以一隻馬的成長 戴頭罩 有時候改跑法 現在出來了 很快 退下去 又再追過 是一隻很激動的馬 你去那些刀柏鳴驅 運來復星 那些明欣賞 全聖神區 你和今天的對手 肥仔厲害厲害 在雨歸來的吸制賽 肥仔厲害厲害 都說要跑吸制賽 甚至乎是明進之星 但是如果 計算一下磅位 113 133 122 肥仔厲害 九檔 他又五檔 跑法上 我覺得他應該會激動一點 唯一就是初出 但是看完那貨集 應該都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所以 今天和大家研究的 這場1200米的賽事 我就會選擇了一隻 跑法上好像會比較機動 磅位輕一點 而一樣是這麼準繩的馬 今天的玉城賽馬系列 就講了第十場 二班1200米的 這隻大鴻峰 這隻大鴻峰 我會選擇 這隻大鴻峰 在這個比例 這隻大鴻峰 這隻大鴻峰 在這隻大鴻峰 中山的鴻峰 是這裡 這隻大鴻峰 我們是這裡 最大的鴻峰 這隻大鴻峰 是這裡 今天